駕駛將操車停進工廠才剛下車 關上車門往廠房走 不到20秒突然碰一聲 操車的桶子整個炸開 大量粉塵混著濃煙散開來 黑煙瞬間掩蓋整間工廠 貨車車頭一路往前噴飛 滑行至少20公尺 爆炸威力相當驚人 車體被巨大爆炸炸裂成好幾劫 操車桶子斷成兩劫 像是被刀切斷的痕跡 另一邊噴飛的車頭斷裂的地方 焦黑一片 事情就發生在17號晚間 台中清水區舊莊路上 一出水泥場乘爆前 重達兩噸的操車 誰能想到 下一秒車子突然炸裂 車頭像火車一樣 一路向前衝好幾十公尺 應該是卸壓罰吧 卸壓罰是不是 它是從哪裡爆掉 應該是故障 塞住吧 塞住是不是 應該是 所以壓力太大爆掉 好像是 據了解爆炸原因 疑似卸壓裝置故障 造成堵塞 駕駛幸運逃過一劫 如果再玩個幾秒下車 那後果不堪設想 記者聯網章 謝雲珍 台中採訪報導 Ciao Ciao Ciao